包掌吸四條人命的時候是行政院副院長下台 那現在呢?那賀部長你覺得呢? 我並沒有把這個責任推給架實 不好意思 各位實責保重 大家都來保重 這件事情上應該就是 我沒有聽錯就對了 部長要求您負這個責任下台嗎? 那有聽說是部長要求您負這個責任下台嗎? 這個應該是傳言吧 除了遊覽車本身的管理以外 有可能是司機他的開車的駕駛行為不夠簡點 或者是說當時的身體狀況 還是那句話 賀成部長要下來 因為事前沒有做好監理 事後善後到現在還沒有做好 很多受難的家屬都不滿意